老實說 如果你單就金錢來看的話 離開電商 你收入真的是 洗澡褲脫下來 全部都是 會癢 非常癢 他們都一直跟我說不要 抓 然後我對過敏藥過敏 我最後什麼都沒有拿到離開 你去到庇洛課 意思是說 我沒有藥可以開給你 不可思議吧 少廷突退電商小專生意 38歲金爆二級纏身關鍵兵音曝光 大家晚安啊 工作了 推到一個美丁美丹 感覺全世界的人 頭髮都要爛掉了 擁有電商女帝之稱的少廷 去年10月突然宣布退出電商 以及麻辣火鍋店經營 許久未公開露面的她 近期接下寵物新節目主持棒 也是她睽違8年載度回到電視圈 目前就是直播 然後團購 業配 大家都覺得 欸為什麼啊 對 很多人都覺得我在說謊 他們說怎麼可能 一定是因為賠錢 可是我那時候就跟你們講的時候 你們很後來都解那一句說 電商賺爆了 我覺得因為是階段性的 因為我不是忽然之間覺得說 啊我不能再這樣子下去了 你到家真的休息的那一刻 你才會發現啊 我好像這一個月都沒有好好陪家裡的狗貓 並不會有一個 啊我好像真的失去了什麼 而是嗯我想清楚了 反而會覺得那是一個過程 你度過了那個過程了 然後到現在甚至是一個句號 那個感覺心裡會覺得蠻踏實的 那火鍋嗎 火鍋真的很好吃 我真的還是捨不得 火鍋一樣啊 因為我們跟那個 我電商的合夥人 我們是一起的 哦 對 老實說 如果你單就金錢來看的話 離開電商 你收入真的是 少三分之二吧 可是你以時間來看 你投入的時間 你可以多賺到那三分之二的錢 但是我現在收回來的時間 以時間成本來說 我跟自己心靈富足的程度來說 我覺得是可以的 反正我沒有人類的小孩 我不用賺那麼多錢 要留給誰 我不確定跟電商有沒有關係 但那個時候我的確 我是這幾年才變成群馬疹的體質 我只要累 只要溫度變化 只要任何不知道的原因 我群馬疹就會爬滿身 其實現在外景 我們因為要上山下海 溫差會很大 起早褲脫下來 全部 都是 會癢 非常癢 他們都一直跟我說 不要 抓 然後我對過敏要過敏 這怎麼會讓你這樣 可能就要長時間吃中藥 中醫師就會跟你說 不可以累 不可以不睡覺 他就叫我不要出外景的意思 哈哈哈哈 我那個時候救援貓咪 然後我不是有巨量的貓砂要親嗎 結果我那個時候鼻子整個塞住 塞了一個月 我吸不到空氣 我想說會不會是生了什麼病 意思說 看完之後就說 你這個是非常嚴重的過敏 我在親了巨量的貓砂的時候 我都沒有戴口罩 然後加上又接觸很多的貓毛 我對貓毛也是過敏的 過敏到那個 測的數據是跑不出來的 就是爆表 我最後什麼都沒有拿到離開 你去那邊 有的 意思是說 我沒有藥可以開給你 他有開了一個那個噴劑 腿睿症也有變嚴重啊 因為外景真的太累了 我就是一直在虐自己耶 可是很開心啊 因為他們太可愛了 你知道你就是 幫他們找到一個家 然後送出去 你會一直收到領養人的反饋 他們會很感謝 你就覺得好值得喔 是吧 真的比什麼都值得 我很開心我在 不管是回去做節目的領域 現在貓貓狗狗的領域 我的生活的家庭 都有很多人支持著我 讓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真的好愛他喔 我真的好愛他喔 你要聽我 聽我放下